首先的话呢这个来源是 应该各位都有用过一个方式 就是假设我选取这个范围 比如这个范围 假设我要全选Ctrl Shift向下 那特别主要把这两个储存格 假设我要把G栏跟H栏 两个从第四列G4跟H4把它选起来 然后Ctrl Shift向下 意思是说我把这个范围一样选起来 选完要做什么 我希望把它变三个字 那三个字怎么说按右键 在选取区按右键儲存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儲存格式里面 应该按右键儲存格式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自定的东西 最下面 那这个自定 你会发现预设的数值 预设的格式 所以预设值的格式 它是所谓的通用格式 也就是里面的数字 我们把它放个数字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要放数字 而要放文字 而且是三个字的话 你可以切到哪里 切到自定里面的部分 然后自定的这个类型 这个下面 它会显示通用格式 请你把这个通用格式 这几个字把它删掉 补上什么呢 补上三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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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补三个0之后的话 它就知道说 你是不是要帮我 帮你格式化成这样 类似这个有点像参考的一个范本 然后呢 我就按参考你的范本 帮你把里面的资料 变成你要的结果 有没有 0 8 4 那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未来你要四码 就四个0 以此类推 OK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变成三码了 有没有 OK 那这个是改变 儲存格式的一种方法 可是特别是 你可以把游标放在上面 然后再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资料 到底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发现 它里面存的还是8 4 它只是表面上 让你以为 你变成0 8 4 所以特别是哦 资料的改变 那个哦 有两个不一样哦 就是说 一个是格式 一个是里面存的资料 那有的人会常常 因为你看到 以为是 那个0 8 4 而以为它是不是三个 其实不是 它只有两个字 怎么去知道 到底有没有改变 其实你可以把游标放在上面 看一下资料编辑列理 资料编辑列里面呢 是真实存在 Excel里面的资料 是8 4 但是呢 格式上面呢 我们有制定的一个0 0 0 OK 不过那假设说 你现在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其实哦 假设你现在你想 所以有些人就想说 那是不是我 我现在直接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变成那个 但 如果你把它串起来 你会发现哦 其实好像不是你想的 and 比如这个哦 然后一样and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再and 假设84好了 那以为 084 串在一起应该是 084嘛 可是你会发现 它怎么还是84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只有改变格式 OK 所以呢 你会想说 那有没有办法 如果将来 我不要只是改变格式 我要真的帮我把它改成 084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以后如果你表面上看到的东西 跟实际上的还是不一样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到有个函数 叫做TES TES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它就是可以帮你把格式 真的转成文字 OK 所以这个函数 就是这样的用法 那我怎么知道 其实你如果不熟这个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也许隔一列吧 在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然后找到文字类的这个部分 然后找到那个TES TES TES的话 他会问你说value 那你就把这个84给他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formateTES的话 因为只要是TES 一定就是要有双引号 所以双引号 000 双引号 其实你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那个制定里面的那个 那个制定的formateTES 把他放到这边来 所以以后假设 如果反正你那个制定格式里面的那个 只要是那一串东西 你通通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那 那个TES函数呢 就会自动帮你把原来的格式 转换成真实的资料 OK 所以真的会转换 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084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是真的转的 而不是假的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很简单 如果切回来这边 你只要把那个什么呢 G4的外面 再包一个TES TES 前刮符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逗点 直接 我这边直接在这里输入 有时候比较快一点 000 然后呢 包起来 那再怎么样 再加一个什么呢 后面再加一个后刮符 好了 其实就是这样就对了 反正原来的G4 外面呢 包一个TES 前刮符 TES前刮符 放在G4前 逗点 然后双引号 000 后刮符 好了之后呢 你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084就出来了 有没有 OK 像理论上应该是比较简单 而且应该比刚刚的RUPT大理论 简单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绝对都不是只有唯一的 那这个当然也是 这种设计工作的好 设计工作的有趣的地方 但是也是 如果你不懂的这些 其他的方法 但也会是头痛的地方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 你可以把刚刚的公式 也是要F4后面这个M的符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切到后面把它贴上 再把G4呢 一样改成H4 打勾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一题的话 大概应该可以 可以了解 那个我们需要的部分 那未来那个TES 还会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其实还蛮多地方都会用上的 工作里面 我觉得这个 会用跟不会用差距很大 因为不会用的人 真的头痛啊 很多东西啊 格式转换 没错 那转换之后呢 为什么你 奇怪我要那个某部分的资料 就是抓不到它 就举个例子 就像最近处理一个问题 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后面还会提到 有关日期好了 比如说日期 假设你就输入一个日期 比如2017年的 假设今天是 6月9号 好了 那你输入完之后的 Enter 那假设说你要取什么 取前面2017好了 当然你可以用义尔函数 可是如果说你 你不用义尔函数 像我要串接 比如说我要产生一个编号 编号的来源是17好了 那17的话你要怎么取 像你想说 那是不是我 假设我取2017好了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插入一个LEPS函数 LEPS是前面四个字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我用LEPS函数 2017嘛 那我用前面用LEPS LEPS是抓前面 那你直觉是前面的四个字 前面的四个字 那你按确定之后 应该是2017才对 可是你会发现 奇怪了 怎么会是4289 很奇怪的数字 明明2017 道理很简单 因为它这个里面 看起来 让你以为是一个什么 一个日期 但实际上背后 你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通用 然后它就会是一个什么 42895 42895 42895 实际上 所以顺便讲一下 后面也会提到 日期格式 在ESL里面 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就是跟1900年的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呢 一个日期 储存的就是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这个2017 这个01月日 其实是因为有格式的关系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要去抓到前面四个字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有几个方法 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自定一下 确定一下它的格式是什么 它的其实它 它之所以会让你看到是2017的6月9号 是因为它有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就是四个Y加一个斜线 加一个M加一个D 当然如果说你未来 希望来抓到2017的 用自串的方式的话 这边顺便补充一下 其实这边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先在旁边 先插入函数 用TEST函数 怎么样呢 把它转换 转什么呢 转成刚刚讲的双影号 刚刚看到那个格式 YYY斜线 M斜线 D 再一个双影号 就是把刚刚按下制定之后的 那一个格式呢 放在这里 再按下确定 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看到的结果 也是2017的6月9号 但是呢 实际上它已经把 刚刚的什么呢 日期的格式 变成是真实的 真正的 现在是真正的2017的这个字串 那如果你要去切它的话 你可以再插入一个LAPT 抓前面四个字的话 你可以将LAPT函数 去抓什么呢 抓这个字串里面的四个字 按确定 按确定 你会发现呢 就会是2017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 再放大一点 我们用这个投影 看起来 比较 如果你直接切 它会是 数字 切前面的 但如果你要 把它切2017的话 可能你可以接 经过什么 经过一个TES的过程 OK 这个是一个TES 刮胡把这个资料先给它 然后呢 后面就是 双引号 四个Y YYY 这个其实可以参考 那个什么 参考那个 我们背后的格式 就可以得到的 然后呢 它再来用LAPT切 就不会有问题 那格式的话 按右键 储存格式 你可以看到 这边可以 制定一下 就是选取某一个格式 就按制定 它会自动跳出什么 让你知道说 它背后的格式 的Format Text 格式化的文字 是长什么样子 那未来 当然你也可以 利用这个 跟TES函数配合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所以这边的话 简单讲起来就是 格式 只是表面上改变 但是 如果你要真实的去改变 变成 你看到那个样子的话 就要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刚刚讲那个TES函数 OK 所以TES函数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它可以跟格式 做很好的搭配 不过我发现好像很多人 对这个 这个部分 不是很熟悉 所以 当然很多问题 就不容易解决了 而且做 比较做不出你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想 各位可以试试看 用TES函数 顺便 当然 我是建议 如果你对TES函数 想要更深入了解 刚刚有介绍那本 468招 里面有一堆的 关于TES的相关的范例 反正呢 你就是照一样化葫芦 多练习几次了 反正久了 原来 我要变什么 就变什么 这感觉还蛮好的 不过前提就是 你可能要累积多点范例 不然的话 你可能要做什么 就想 其他怎么做 做不出来 OK 因为主要原因是 你对它不熟悉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当然练习就是 利用我们刚刚的这个练习 然后把它改成TES 第二个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就是说 如果今天的日期 不过今天日期 其实可以用Today函数 然后呢 你可以用TES转型之后 再切前面 这个四个字 OK 好 那最后当然 其实 第二个方法是用TES 不过 未来其实终极的 其实像我们工作里面 会比较常用的 其实都不是这些 做什么呢 其实一般就是 有按钮 好 那另外的话 比如说你今天你希望 把一个事情 全部解决的话 你会发现旁边有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 事情就解决了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VBA 那VBA是什么意思 VBA就是把程式写完之后 你按下它 它就帮你执行 它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按按钮 第二种形式是什么呢 第二种形式是 这个你可以在 插入函数里面呢 它会跳出一个 你自己写的 使用者定义好的 比如说我今天手机号码 这边有个手机函数 那你只要怎么 一个萝卜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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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选给它就按确定 向下填码 程式就写完了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这个函数 那你要知道怎么写这个函数 写完之后 以后事情就简单了 你用选的就好了 什么事情都不用记得 甚至还有更快的就是说 手机里面呢 这个是一个范围 甚至你可以不用选三次 你可以用手机 另外我写了一个手机范围 把这三个选起来 直接丢三个资料给它 按确定 一样可以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那后面讲的这个第三种方法 就是所谓的VBA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还有什么高阶课程 因为我们今天是进阶课程 所以那个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考我们云端白板 我刚刚有提一个云端白板的路径 其实答案都在那里面 你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请自己在上面去找一找 那怎么做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或者youtube频道里面 其实都有详细的解说 不过我们按部就班来 一下不要跳太远 不然的话 后面同学可能会比较头痛 那针对各位的反正就是程度 所以第一个 我们文字与资料函数讲完了 OK 那请你把它存档 再来的话呢 请你开启第二个 151开头有个叫 截取瓜糊字串 截取瓜糊中的字串 这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 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把A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有刮 有这个档案吧 OK 就是把A栏里面呢 如果有刮糊里面的文字 帮我搬到B栏去 那旁边的这个练习题答案已经有出现了 不过请你把答案先删掉一下 这个要叫你重做 不是就这样而已 你是要把它删掉 叫你重做 我只是给各位参考 里面会用到总共有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FINE 第二个函数是MID 第三个函数是IFL 总共会有三个 那其实逻辑很简单 FINE是找一下有没有前刮糊 有没有后刮糊 第二个MID是 我要取得的是前刮糊的位置的后一个字 所以把前刮糊的位置找到 再加1 就是下一个字 再去抓第几个字 第几个字的话 就是从后刮糊的位置 剪掉前刮糊的位置 那会多一个字 再剪掉一个字 然后就会抓到我要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FINE 如果说像这个 第一个 赵大棚后面没有 如果找不到前刮糊 它会产生错误 会有VALUE的错误 会有VALUE的错误 你常常看到 有VA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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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 那如果有错误怎么办 你可以过滤掉 那过滤的话由谁去过滤呢 由IFL 这个函数 OK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先删掉 试做看看 如果可以做得出来 那 就